今天,金州勇士主场迎战拥有东七奇偶尔两大超级的西木豪强独行侠 最终104比100,立刻对手 而勇斯这场迎球的关键,毫无疑问是铁牛格林 尽管说论数据,云里金刚威吉斯拿下了勇士的最高分 可是铁牛才是那个重中之重 本场比赛一开局,上来就给了东七奇一个凶狠的犯规 那是一个专业的UFC动作 于是,哪怕东七奇是当今联盟最强的全能超级之一 此西部全民席首发后场,依然受到了非常恐怖的震慑 这是铁牛为勇士定下的比赛基地 他用自己强大的威慑力告诉所有独行家球员 勇士的禁区是绝对的禁区,是不允许你们踏足的 如果你们进来了,那我的双手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的大脑可控制不住 于是本场比赛,大家就看到了 独行侠队明明拥有东欧两大超级 以及XM和哈达为两大突击手 可是他们并没有去攻击缺乏高度的勇士禁区 而是在外线,疯狂出手了四四季三分 毕竟勇士内线虽然缺乏高度 但是却并不缺硬度 再加上是勇士队的主场 恩比德的下场还历历债目 东兴侠的球员每个人都打得速手速脚 这就是追梦格林的强大统治力 三军未动,恶犯先行 而且干的就是你们的当家球星 而且那个球,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只是吹了东西起走步为例 这次死坠,懂吗? 军梦格林如是说道 持后的比赛 当独行侠队目前唯一能用的内线加不得 打人在勇士内线得分的时候 军梦格林也是没开二度 进行了二次威慑 那一刻 我也称呼铁牛格林为直剑人 其强大的威慑力 让整个大通中心都进入了威慑纪元 哪怕独行侠队像三体文明一样强大 也莫想在旧金三占到半点便宜 事外,还有勇士队三大铁威摸着天保罗 全场四四分五助攻 拼命三郎小佩盾八分两百 历历太岁摩西木迪十二分四百 三人强力支撑起了替股鞋 于是乎 哪怕库里哥哥今天全场十八头五重 仅仅拿到十三分 但是依然在众位兄弟们的触拥之下 一库之差立刻独行侠 这就是库里哥哥领导下的 联盟第一色彩的豪镇 金州勇士 他们的附加赛门票 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够染指